我會覺得牠是一個裙腳仔 牠是要黏著我 得不到愛的話 牠會哭、求關注 因為非常可愛的小狗 大大的身軀 竟然有著好像小狗一樣的癡人性格 牠就是指示犬English Poynter 牠是男生,今年已經是七歲 牠叫做Giggle Poynter在香港不常見 而Hebe亦在以前工作的狗場 遇上Giggle 後來公司就爆了腸炎 牠就中了 因為牠的抵抗力本身都差 這麼大隻狗都中了 其實都幾大件事 我硬見牠是打不過這場獎 因為牠當時瘦到 只剩下牠骨 我就不忍心帶了回家去醫治牠 然後就養了 不小心 關於English Poynter 是17世紀中的時候 由歐洲那邊傳入去英國 再跟不同的狗運種 包括Greyhound 慢慢變成English Poynter這個品種 其實Poynter都是一個統稱 基本上不同國家都有自己的Poynter 所以我們有德國指示犬 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國指示犬都有的 提起Poynter作為指示犬 最特別是當牠們用眼睛找到獵物的時候 會站著 然後用鼻子指示獵物的位置 有一些Poynter更加會提起牠的前腿 因為牠更加準確地告訴主人 我真的找到獵物了 謝謝 English Poynter 腳都是比較撩長的 而且牠們的胸腔比較深 臉比較方 而且耳朵就垂下來 顏色上面比較特別一點 通常都是白底 然後背上有斑點 常見一點有啡色和黑色 大部份English Poynter的性格 都是親切、忠誠、活躍和和可親 聽話 因為牠不敢作反 可能牠覺得做錯一點點事 牠已經覺得自己好錯 在哪裡 平時看電視的時候 牠就一定要有肌膚之親 要碰著我們 牠行山永遠都會看回頭 看看我們在哪裡 就算牠去了很遠 牠都會在一個點那裡等 啊,好厲害 沒錯,牠非常熱情 牠長期都是一個很hyper的狀態 只要你帶牠出去就會很開心 英國指示犬好奇深重 不過這個好奇 有時都可能會發生意外 有一次我們就去露營 我們就很喜歡平日去露營 變相晚上就引來了一些野豬 就引起了一隻公豬 有角那些 牠可能覺得牠可以跟牠玩 牠就站在牠旁邊 然後那隻豬 就在我面前衝過去 我就看到Giggle整隻就飛起了 然後就跌回地 慘叫了一聲 就看到有個豬的角 就插了到大腿那裡 心是有一枝棉花棒那麼深的 最終是要做手術麻醉 去亂針才可以康復 Pointer 本身很有主見 再加上牠們好奇深比較重 可能因為這樣做成Giggle 對那隻野豬很好奇 所以一直站在那裡看著牠 加上因為Pointer 牠可能也是想站在那裡 指示給主人看 我找到有隻野豬 這樣就導致了意外的發生 Pointer 作為一隻獵犬 牠們的運動量是非常之大 牠們也是非常耗動的狗品種 如果放電不夠的話 很容易會出現破壞家的情況 通常都建議 每天最少最少 要跟牠跑一個小時那麼多 如果週末的話 還是要帶牠去行山 玩水那些 把牠們放在那裡 因為現在可能牠七歲 才可以這樣 睡在那裡 不動 五歲前的一個狀況 都是不停在家屋裡走來走去的 我們最高峰試過換過五個遙控 我記得其他可能會咬梳化 飲食方面 都是不可以吃太高熱量的東西 因為牠們不可以過重 因為牠們的寬關節 不是那麼好的 平時牠們的飲食就是兩餐 牠們的主食通常都是紅肉或白肉 我會選一款 然後再配搭一些蔬菜 再加一些糙米或燕蜜 狗狗的鮮食來說 當然主人如果想自己準備都可以 先拿了手衣就可以安心一點 才自己煮給牠們吃 零食的話 現在就是吃我自己做的風乾零食給牠們 這次是會給牠們的 英語治療師 相對其他純粽的狗狗來說 健康問題真的不算多 可能因為香港天氣比較潮濕 可能容易一點 有皮膚問題 或者年紀大了 因為關節勞損會有關節問題 我覺得養護療師來說 你要家附近 是能夠有一個地方 讓牠們放電 因為你們每晚都要去散步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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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錢就是因為牠們這麼大隻 所以以70磅來說 醫療費用是非常貴的 因為牠們是中大型的狗狗 所以需要相對的空間在家裡走動 不過除此之外 其實牠們很適合家庭犬 其實成犬比起寶寶狗的好處 就是牠們的領悟能力高很多 而且牠們的感恩心比寶寶強很多 我希望大家領養時 給予多個機會成犬 而不是選一些寶寶狗 總括來說 指示犬和愛可親 適合做家庭犬 健康方面 要注意關節問題就可以 同時牠們也非常好動 要留意家庭 最好有些空間 每天也需要至少用一個小時散步 秋日野餐自駕遊 推介五大主題野餐好去處 無論想親親大自然 還是去新界邊境探險 尋訪以消失的歷史遺跡 還是來一趟自駕野餐 總有一條路線適合你玩 每次野餐吃菠蘿腸仔吃到鹽 有大廚教爐示範野餐必食新主意 盡在秋日野餐自駕遊 快點入賣親戚好友 立即出發 快點入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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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入賣